曾经一位洋人在慈禧的凤床上睡了一晚,并且留下了一堂字,可是没有一个人敢翻译给他听,您知道到底刻的是什么字吗? 众所周知,清末时期,慈禧是实际的掌权者,竟然有人敢在他的凤床上睡了一晚,难道是不想活了吗? 这件事是这样的,在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之时,慈禧带着光绪狼狈西桃,一路上风餐露宿 要知道,在紫禁城里的慈禧,一顿饭都要120多道菜,在西桃的路上却连吃个鸡蛋都没有 慈禧逃走之后,八国联军就攻入了北京城,把颐和园洗劫一空,甚至连紫禁城也翻了个地超天 进入紫禁城的洋人不仅在龙椅上坐着拍照留念,据说还找到了楚秀公 在楚秀公慈禧的凤床上睡了一晚,离去之时还用刺刀在慈禧的床上刻下了一行洋文 后来呢,慈禧派例,洪章等人啊,与西方列强谈判,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新丑条约 他才得以重回紫禁城,这次回来呢,比逃走的时候啊,要风光很多 因为沿途啊,很多的贪官污吏给他奉献了当地的土特产和金银珠宝 慈禧啊,肯定是不会拒绝的照单全收 然后浩浩道当的,耀武扬威的啊,像打了圣仗一样回到了紫禁城 当时的紫禁城啊,咱们可以想象一下啊,被这些强盗们洗劫了一遍 肯定特别的慌乱 慈禧回到自己的寝宫,想要在凤床上休息一下 这时候他却意外发现了他的凤床上刻了一行洋文 慈禧肯定是看不懂洋文的,但是他又好奇 于是他就把这个见多识广的李鸿章叫了过来 让李鸿章给他翻译一下 但是当这个李鸿章看到这些字的时候啊 当时吓了一声冷汗,吱吱呜呜的 根本不敢跟慈禧说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慈禧呢,为了弄明白这句话啊 后来他找来了一位懂中文的英国人 替他翻译这句话 这个英国人呢也是很委婉的 给这个慈禧太后翻译了出来 意思就是知道太后您貌美如花 但未曾有幸一度芳容 我在您的床上睡了一晚 但遗憾的是您并未与我同床共枕 当然啊,这个实际的意思啊 肯定比这个啊更猥琐 慈禧听完之后呢 这脸上是一会儿红一会儿白 想不到自己守寡几十年了 竟然被洋人这么说 怪不得 没人呢敢给他翻译 一向飞扬跋扈的慈禧太后啊 他也不敢找这个洋人算账 他呀只能找几个小太监出出气 谁让您连北京城都守不住呢 之后呢 他把这个凤床销毁了 重新打了一张新的凤床 遥想一下啊 乾隆皇帝当时看到洋人那种蔑视的表情 再看看慈禧现在的遭遇 仅仅过了一百多年啊 这个世界的格局就有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偌大的清王朝啊 都被这些洋人玩弄于鼓掌之中 那这么一张小小的凤床 怎么可能逃脱于他们的魔爪呢 这件事情啊 我觉得应该是慈禧经历过最大的侮辱了吧 那好了 这个视频呢 就跟您分享到这 咱们下个视频见 感谢大家的观看